但是这个 Tony 来对战到 尼古拉斯伯爵 伯爵 那就是Smile Boy 来对战到 尼古拉斯 我喜欢尼古拉斯凯奇 不喜欢尼古拉斯 我还以为你喜欢 尼古拉斯肇四呢 好 那这边也是 打的啦 满费了以后 这边果然就直接 下了一个公主嘛 下了公主 她以为 她是要来偷她的公主 但是 选择的是 偷这个塔 保住公主以后 那直接对面 其实可以再往前 下一点 有位置嘛 就是想解掉这个公主的话 这一波会很强 这一波的话 还是一个很强的进攻 然后后边 但是尼古拉斯伯爵 这边防得还不错 直接用 这个逮住了 是的 而且这边的话 要用那个 刚刚也是看到 公主锁定了 那个加盟号之后 再去用哥布林 去把公主成功解决掉 这样的话 也是省了一些 小小的费用 这两个人也是 进行一波交换嘛 上面这个尼古拉斯伯爵 打的一个小细节不错 就是把一个残血的皮卡 走过来的时候 还是配合上了 这个和矿弓嘛 但是矿弓以后 这一波进攻 也是消耗掉 EP丘尼这边 不少的一个血量 然后呢 这边的话 特尼又已经一个 循环打完了嘛 接着下一个循环 公主还是下底 他选择进攻右路 因为他确实 哪一路都没有打到过 而且这边的话 有两个手准备 对这边的采集器 去做一些功课呢 就是第一个是 这个矿弓 第二个是用主要 然后这里的话 他的一个苍蝇 来保护公主 确实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而这里加弓炮 也是有些失误 并没有保护到自己的公主 并没有射到对面的公主 对 他这边的话 有点浪费了 那下一波 就让那个 Tony的皮卡 所以可能直接长驱直入了 任意防护 好 那他们这边 其实还是要慢慢斩费嘛 就偷掉对方的采集器 也无所谓了 斩费了以后 用还是公主下底 一点点来 配合着矿弓加皮卡 可以打一波 因为对方是没有办法 刷出来江东炮的 然后这波的话 这里由于没有矿弓在 所以还是先用公主过卡 把矿弓给刷出来 那但是这边 还是选择矿弓 因为一分钟之内了 他不如去用矿弓 去打对方的这个塔的消耗 配合自己的单位 那这边的话 还是去打对方口气 稍稍有一点点 有点亏 这个皮卡过去了 这没办法 只能用地鼠 去防一下这个皮卡 然后这边也是继续 在解交公主的同时 跟进一些后排 这里的话看一下 这个阶场稍微有点着急 但还是解交后排的 一个持续出路的公主 再配合 对面配合一个小闪 也是让这里进不了身 其实这个公民交流 有点多余了 可以完全变得 下一波的矿弓 其实矿弓基本上 你刚才有比较大的失误 它没有抓住 它没有相当炮那个点 凝聚一波combo 它基本上还是 被对方给挡住了 对面还有采集器 现在还有一个采集器 下面的话可能 自己消 现在还是用矿弓消耗 它现在虽然前面 有一定失误 但是还是现在有点优势的 是的 而且这里这把毒药 来配合公主 再打两件的话 这边其实是 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边它做得 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就是不停地用这个 三肺的一个苍蝇 去保护到这边的公主 对于刚对面 就是说一直没有机会 对 这边其实毒药加公主 消耗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对方 这边怎么办 要配合一记小闪 小闪小闪小闪 还有小闪 就是然后 我说上面吧 上面还估计没有刷这小闪 如果有小闪的话 这有可能就已经告庆了 是的 但是这边的伤害 还是很足 基本上 可怕不怕稍稍有点迟疑 它是想选择打上面 还是打下面 但是它其实 哪边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对 而且它这边的话 刚刚也是看到 在机场方面的话 手忙脚乱 然后就导致 在机场的时候 没有能够 就是成功地 按照卡牌的顺序 去针对它嘛 第一个是 我们这边的加盟炮 肯定是用来防守 一个皮卡 皮卡的 对 然后对面的话也很聪明 就是说知道它的公主 其实是它主要的一个保护对象 和消耗的一个手段 没错 所以尽管它这里的话 它那一波失误 是因为没有用 三个苍蝇去保护公主 而是裸放了一个公主 然后对面直接用矿工挖一波之后 矿工充当肉盾 然后再去配合一次输出 对 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它是对面一个公主 和一个矿工在输出 其实在矿工面前 公主输出可能稍微低一点 对 如果早点用皮卡 解掉矿工以后 剩下的公主 用其他单位一解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它最后消耗实在太多了 对 所以面对这套套路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针对一下这个公主 这样的一个卡牌 因为公主的话 确实能够 射一箭的话 就是一百多的一个伤害 确实能够带来 不错的消耗 如果你能用自己的矿工 在前期针对到采集器 然后后期能够 针对到对面公主 完全是让对面 打乱对面防守的 一个卡牌的次序 打乱卡牌次序之后 就非常有机会了 其实这个矿工号的公主 主要是为了解一首苍蝇 是 其实矿工主要小店 主要为了解一首 对方的黄毛或者苍蝇 对 主要解这个的 只要解掉了以后 这个公主能射到一下塔 其实就已经赚了很多了 就赚了 那其实这一局 也是要恭喜到 我们的这个尼古拉斯伯爵 赢得了这个开场的一个胜利了 那其实他的前半场 应该算是被这个Tony 抓住了节奏 对吧 但是在后半场就开始这个翻盘了 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 这个节奏把握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 其实那个Tony 自己这边这失误的时候 有一点多 有点多了 所以才葬送了比赛 是的 他前期的话 是毒药这个点抓得非常好 毒药一直配合着 自己那个三费苍蝇 放在公主前面 然后配合一个毒药 跟矿工打得非常好 然后自己的皮卡用于结伤 后来 后来他好像是把自己的皮卡 转战场 转成了进攻防 然后转成进攻防之后发现 对面的话 有一些小单位很克制你 那这个皮卡的话就 就很亏了 所以说这个皮卡一定要防守反击用 对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两位的第二场比拼 就是这个米古拉斯伯爵对阵到 EP Tony 第二场比赛 那其实 Tony这边的话 还是打的一个 比现在比较多的嘛 这个1.0 矿工1.0 这个也是比较 小闪配合公主 然后还有无费苍蝇 这样打的话就是 还是要把采集器积累起来嘛 一旦积累起采集器以后 就可以依靠采集器的 原人不断地消耗 有采集器的支持 让这些兵可以不停地消耗 但是这边 尼巴斯伯爵选择了一个 这样的用地数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亏了 这个地数就等于算是白扔了 这个地数到后期的话 你是可以用来 就是说去解一下 实在没办法解一下这边的草 但前期的话一定要 就让地数死的值得嘛 第一个要么就是挖坛 然后要么就是挖这边的工程 而且这边的这个 Tony刚才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嘛 他选择用五费的仓去解这一波 那就是稍稍有一点太亏了 是的 解这个地数 因为这个地数就没什么作用了 他从塔跑过来以后 还会被消耗到很多血量 你再随便 你或者下个公主都没有问题 就是刚才 我没公主 你会下个别的东西 就是不一定用五费 去解这个三费 就有点亏了 是的 尼巴斯伯爵的话 出了一个小闪吧 这边的公主只能让这里 右边的公主 是可以射出两三箭 三箭了 再配合公主一箭 然后再配合塔一下 就能剪掉了 是的 公主确实解这个苍蝇 所以说一定要好好想想 你刚刚说的是1.0版本了 就一直说 就我们这边公主解苍蝇 是1.0版本 但是它这边都是 没有毒药的配合嘛 那这边一匹 一匹部外这边呢 有点 击手 现在它的卡是有点击手 因为它这里的话 没有刷出矿工来配合皮卡 皮卡用来自单解的话会很亏 既然对方来皮卡 你可以使用 你加冬炮呀 对加冬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用 他这边就是 Tony 就是Smile Boy 他这边应该用加冬炮去防守 对 每次你加冬炮 你最喜欢加冬炮会赚一费 赚一费了以后 再去防守 对方一是赚费 二可以过牌 你拿加冬炮 过了牌以后 你下次就不会那么惨了 对 这边应该放矿工 赶紧放矿工 这边赶紧下公主 对 公主 好的 贤士 漂亮 这公主是一件爽 但是被对方公主解决到了 其实但是问题不大 这一波的话 就很转很转的 很转 看到一说 什么不然能不能抓这个机会 但是这边的小店 一定要早点交 好的 交到以后 皮卡有机会砍一刀 Nice 砍到一刀以后 这个塔就很难保住了 难道一看两刀 吓我一跳 但是你看这边皮卡砍了一刀 后面这胳膊铃的 加小闪的一个输出 把它解掉里头 还能打得它很多的血量 还是要用江东炮 但你这边皮卡胶 人家一个皮卡过来 还是砍你一刀 你什么都转的 你拿皮卡防御 拿那个江东炮防御卡 是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对方一个 一些小单位 就能带到你一波 但是你不大 尼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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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这个苍蝇的理解 不是很好 他苍蝇往往不是用来 是用来去防守一个矿工 其实苍蝇防守矿工的 反正效果很好 但是一旦被小店 连同塔一起带到的话 你这个苍蝇就 完全过不了朝头 他放苍蝇的前提是 对方你的公主 已经被你解掉了 然后解掉以后 就算被对方的小店 垫着没有关系 你只要后面 配上自己的矿工 他垫不垫 这个小店是没有 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我们看到这场 确实节奏的一个 把控上面的话 是这个 EP Smile Boy对于整个的 这种1.0版本理解 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其实两个人 我觉得打得都一般 各有失误 但是只能说 EP Smile Boy这种 输入比较少 而且上面它是 就像你说的 用苍蝇解矿工 是一个不是太好的 理智的行为 而且它对面 Smile Boy这边还有公主 你这边就苍蝇 等于它是白扔了 是的 而且它这边的话 还交代到自己的公主 就是它把公主 就是像苍蝇被垫完之后 它是公主也放在桥头 放在桥头的话 对面公主打过来的一件 是也能打到你的公主的 所以 而且这边的话 我感觉 Smile Boy很喜欢 配合小闪 直接解决掉 对面的公主 很会去赚取公主的费用 对 所以它这两个牌 就是一样相当卡牌 是谁保得住公主 谁能赢 谁能赢 那么这一局 也是要恭喜到 这个Smile Boy 成功翻盘了一局 那其实这两位选手 这一局 是采用了相同的一套卡组 其实也算是可以一个 技术的对比了 对吧 你看出来这个 对理解吧 Smile Boy对这张卡牌 就理解比它更深 而且操作比它更细腻 是的 那我们知道就这个 如果真的是这种 矿工1.0版本的话 我跟人家建议 这个五飞苍蝇 是用来打防守反攻 而不是单纯 就是打进攻的 你打结场的话 还真的是太亏太亏了 对 你知道对方是小闪 公主死掉了以后 你可以直接用皮卡 加那个五飞苍蝇去进攻 打一波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明智用的是比较好的 明胜 明胜打得还是很好的 对 明胜 这两个人 突然有点选手 不清楚了 来 我们看一下 两位的下一场比拼 下一场的话 是这里 这个尼古拉斯 要更换自己的卡牌套路 火球猪的这个套路的话 就有点 有点凶残了 他这个带了三个法术 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第一个火球的话 可以连带这个 箭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 采集器 这个消耗 进行消耗 然后这种箭语 箭语加闪电 都会针对到对面的五飞苍蝇 包括这个火球 也会去 在荒木阻乱的时候 也可以去 这一波就是 Smile Boy的失误了 完全没有亮到对面 也只打了一波 那这样的话 自己被消耗得太多的血量 这其实对面这一套的 费用应该是2.8 2.9吧 是 连三都不到 它可以非常 就是一直一直消耗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应对 其实应对也好应对 只是把公主保住 是的 这个公主还是特别特别克制对方 你看你其实如果用苍蝇的话 箭语 下回人就知道 用预判箭语的 你如果一旦你苍蝇被预判了 这一路是毕掉无疑 所以说用公主 先把箭语或者是蓝箭语都骗出来 骗出来 对方一定要要解掉的公主的 都不用说了 这条卡牌真的是有克制 对 就是闪电 苍蝇 闪电 火球 然后这个箭语 对 这个火球简直转死了 是的 而且这边 一旦Tony这边想要下那个采集机 真的很难 他第一波下采集机 就被对面的猪怼了一波 直接用骷髅加跳猪 打了一波 然后现在这个再下采集机 又对面火球 而且他过牌过得不好 他没有把自己的小闪过出来 如果刚才有小闪的话 其实还可以对对方的塔 闪一下 对 就是闪掉自己 防自己这边的一个胳膊铃 过去以后 可以对这个塔头很高的伤害 是的 所以他现在又一定要把卡过好 用江东炮去过 只要对方用猪过来了 但是就 还是说这个苍蝇问题 他就用公主去骗箭语 他这边刚刚右边的一个苍蝇照 实在太亏了 招了一个苍蝇之后 然后被对面的一个箭语单吃掉 他等于是裸胶类的商业 让这边白白钻得两倍 他防守的话 可以用很多方式防追 可能他背对方的一个 但是这个小闪交的有问题 因为小闪如果交到前面的话 皮卡是有机会去砍到这个塔的 这个是对面交的小闪 他自己也交了一个小闪 他交闪垫的是帮那个地鼠 帮工去垫到那些单位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皮卡行动的时候 你把这个小闪削到前面 连皮卡再砍一刀 它是一个半血的情况下 跑到塔下 是一定能敲甩一刀的 对 我这边建议他 持续不断下公主 然后用小闪配合皮卡去防守 防守完之后再加一些这种小单位 然后配合矿工去反打一波 这个是最好的思路 他的小闪要保皮卡 而不是要保他那个什么矿工 对 但是小闪的话完全可以 因为对面猪过来之后后排 肯定是会接东西的 这样的话也没有认识的机会了 恭喜尼古拉斯伯爵 我老叔要说尼古拉斯肇事 这个 相关已经太多了 尼古拉斯伯爵要再上一招 是的 那这一局也就是一个卡牌的克制 对方就是完全掌握了他这套节奏 然后采用了一个猪 火球猪的一个搭配 那我们这套其实就是说 它是做了一些小更改的 这一套的话其实不用这么多的法术 但是他考虑到对面是一个 加五费苍蝇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规则的话 是可以在每一局当中 有一次的卡牌更换机会 所以这个的话对于线上 线上本来就是大家心态都很沉稳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思考 这一张卡牌换的真的是 非常的值得吧 对也算是对它有一定克制 但也不能说 Smart Boy这套卡牌被完全克制 它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前期那会儿 第一波 可以看到它第一波的被消耗的比较多了 所以说它才会落败 等一下有一个心理差 而且之前两个人都是用了这个矿工套 对吧 可能也是想要打对方一波矿工 然后两个矿工血拼 结果突然对方就换套路了 是吧 那我还是比较吸赖Smart Boy的 那个三个火箱手的 因为我们知道平时打天梯的话 三个火箱手还是比较克制一个矿工套的 对 那我们也是 但是这边 不好说吧 有毒药的话也比较麻烦 但是三个火箱手一般人不敢随便的 这边有火箱 一般都是一个 它这边有公主或者什么情况下 有建议小闪加公主一扫就全都消失了 对 那其实刚才的这一波也是这个尼古拉斯 伯爵 伯爵 不要带进去 成功的就是又赢了一局 对吧 也是看这两个人 其实实力也是比较相当有些胶着打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的新一场比拼 这场的话也是Smile Boy的最后一套卡 哇 它这一套的话 根本没有火箱手是不是 但是它换了一个火箱手的一个速敌 天狗 天狗 天狗的话就是先上去少 是因为它的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进攻缓慢 移速太慢了 哎呦那这边的话 这一个黄黄是一家四头 对吧 只剩下一个最后一个自己 对单团嘛 没有用 还是会死在敌方的枪口之下 非常的惨 这边只是用小锅鲁去解掉之后 配合一锅猪 我发现我们场上的学手都不太讲 就是跳猪 是吧 因为它这套是很快嘛 跳猪的话还是上面应该是有黄毛的 很少就再带加东套什么的 有了黄毛以后会用黄毛去防守猪 这样的话就可能没那么多细节了嘛 但是平时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无论任何时候细节是不能丢的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尼克拉斯 好的 其实那张尼克拉斯的一个卡是并没有很好 因为它总不能过出来一些小单位来配合猪 它要不仅能过那个 你看它现在就是骷髅跟猪是一起的嘛 对啊 其实骷髅加猪的话并没有长毛 就没有跟您加猪那么实在 但是其实它这条卡都费用很低嘛 就过去卡来也非常方便 你想过的话就扔个小骷髅嘛 烂七八糟乙争 这都可以从河道跳一波猪 但是它没有选择是选择打防守 那这个火球也非常转嘛 连彩技带兵法就解掉 而且它这套是比较怕兵法和公主嘛 这两个福气双双就把天上了 好那这边也是忍不了了 直接天狗 天狗加矿工 那矿工应该去想办法去打掉 但是也不错 但是这边的话 对面是用到一个小闪把后排解决掉 那这矿工会很快被我方的 这个哥布林解决掉 然后这边也是用 加矿工会吸引到了天狗的位置 这一波的话又知道了 好的小闪一焦 这个天狗有机会爆炸了 你看能不能 这个天狗还不死 爆炸了以后打一波输出 好的 这样输出其实很高很高的 如果不注意的话 这个塔很有可能被带走 所以说这边见语还该焦就焦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天狗下一波进攻 它就跟石头伸差不多嘛 它下一波进攻时间也不够了 只有20秒 所以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应该是用小骷髅 配出对面的小闪之后 在街上多布林去截场 这样它 其实它有这种 无限的一种小单位嘛 你小店电楼以后 我马上可以再接 其他的单位去截 这里的话由于这个 什么时候这边带的一些小单位 是比较多的 类似于像一个黄人 那些小单位 就人海型单位是比较多的 对 这边还拿防茅防了一下 然后再没办法 这个就是没有建筑 防不住的 好 它这套的话 其实如果把这个天狗换一下 就换成一个家门炮 还是可以打的 因为它这套的话 黄人虽然说是一个亏备 但是也还可以打一波反攻 对 那确实这边的话 还是非常 怎么说它这套天狗 是打的是 太需要自己采集器的支持了 是 采集器把 这个用黄毛赚的费 或者怎么样 配合一波黄毛 去打一波伤害 那这样的话 就可能是它这套卡牌的核心 那这局也是要恭喜到 我们的这个尼古拉斯伯爵 青春无机械就要玩出格了 统一冰红茶 冰红茶 干嘛 干嘛 那 怎么了 不